将硬币放置在纸牌上 用手指弹出纸牌 硬币竟然会留在原地 原因就是纸牌弹出时速度很快 硬币感受不到有外力的作用 所以原本静止的硬币会迎惯性而停留在原地 将装满水的宝特瓶分别用两条细绳上下绑住 若快速地将绳子往下拉 下方的绳子则会断裂 原因就是快速拉扯绳子时 原本静止的瓶子会因为本身的惯性而静止在原地 下方绳子来不及改变瓶子的运动状态 便被扯断了 如果改用慢慢地向下拉扯绳子 变成上方的绳子断裂 原因就是上方绳子必须要承受瓶子的重量 以及下方绳子的张力 当下方绳子的张力慢慢增加 最后上方绳子受到张力太大而断裂 空罐子中吊挂一个乒乓球 将瓶子向前加速移动 乒乓球会向瓶子的后方移动 原因是瓶子向前移动的瞬间 乒乓球因惯性静止在原地 当瓶子向前移动后 细绳才会拉着乒乓球向前加速移动 在空瓶中装入拌满的水 乒乓球浮在水面上 将瓶子向前推动 观察乒乓球的运动情形 加速移动时 水应惯性而向后倾斜 乒乓球便被水往上推动 等速移动时 乒乓球因本身的重量而顺着水面下滑 将网球放在发球机上 发球机会将网球向上垂直弹出 改用质量较轻的乒乓球 乒乓球会弹得更高 原因就是相同的外力下 质量越小 物体的加速度越大 因此乒乓球离开发球机时 速度更快 也就能弹得越高 将砂糖倒入杯子中 再将保力龙球放置在砂糖上 最后再将砂糖倒置全满 轻轻地敲几杯子 咦?保力龙竟然浮上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想要知道原因 就请继续观看我们的课程吧